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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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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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来 来 来 大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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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 大姐 来 来 大姐 来 大姐 来 大姐 大姐 你的炒鸡蛋 太好了 小米 你的炒黄瓜片 谢谢二姐 我的炒木耳 炒鸡蛋 炒黄瓜 炒木耳 哎呀 我说二米啊 你还翻这炒啥呀 搁它一起炒不就是一盘 沐虚肉吗 对呀 你说那玩意 那炒一盘炒着多简单呢 这炒多敞亮啊 哎 我的饭呢 大姐夫 你的主食 好好好 可以 很厉害啊 哎呀 这家伙 这给你吃 好好好 哎 二米啊 啊 你是不是有事求我们啊 没有 不会吧 不可能 自打我下架到你们家以后 你可从来没做过饭 你就是这么勤劲 给我们仨做饭 只定是有事求我们 其实是这么回事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从小我俩一块长大 对我特别好 然后呢 他这两天来城里找个工作 没地住啊 我现在就让他在咱家凑合两天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我看出来了吧 就我这智商 那我跟你说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点事啊 直说呗 没事 让他来了 住我屋正好是个伴 行 对呀 来就来吧 也不差你一副碗块了 嗯 好 可是那个 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下 啊 他这人吧 说话有点直 直好啊 你说那人实在 你看你大姐夫 这心直口快的 多好 哎 低调 我跟你说啊 二米啊 直好 说明这个人简单 善良 嗯 对对大姐又说太对了 这人说太简单 太善良了 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写啊 他这个职吧 跟我大姐夫那个职 是两股道 不能 都是一个道的 我们都是同道中的 一会啊 这个二米的同学来了 都得热情 明白不 嗯 别给二米长脸 啊 明白了 谢谢大姐夫 哎 应该的 吃吧 吃吧 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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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来了 来了 我同学 你问你的二米家呀 哎呀 二米家小错 哎呀 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啊 想死我了 你一点都没变 瞅瞅把你胖的 生不怀孕了 啥什么生 让我爸给你攒点备鸡蛋 我给你下奶 没怀孕 啊 啊 脑子没有关系能碰这样 肯定是男孩 就不然不能变这么磕身 那个女孩 女孩行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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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跟小叔一样一开玩笑就生气 是那个翠儿啊 我我我没胖 我就是瘦的不太明显 哈哈哈哈哈 还不好意思了 这怀就怀呗 哎那个啥不好意思的呀啊 你说你要是怀孕了 你还不得像他似的 胖得像个鼓子 哈哈哈哈 你像谁啊 这鼓谁呀 你说啥呢 这不大姐啊 大鼓 不是什么谁大鼓 大姐啊 我那意思就是 你的身体好 你可不能再吃了啊 再吃你就爆炸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 啊 这个你忘了吗 那个这是我小妹妹小米面 长多漂亮啊 小米 对对对 小米我有印象 那小是我长的 那还跟 跟个虾毛米似的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这天哪 那股虾的 你们长大了变这么漂亮 这算哪说理解 你说 哈哈哈 哈哈哈 对不起啊 哎 你好 啊这有大姐夫啊 啊 你好你好 大姐夫 哎 欢迎你啊 这几个女的当中 属你最漂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要毛发重了点 哈哈 那我是男的 肯定毛发重嘛 对呀 哎呦 大姐夫 哎 哎呦 不会说话了 其实我夸儿子 就会这一句 哦 夸我儿子也就这一句 哈哈哈哈 爸说话 可以过去吗 大姐夫 哎 对不起啊 啊 那个他有点直 没事没事 我们都是一个道呢 哈哈哈哈 但是我发现 他道行比我深 哈哈哈哈 哎呀 二米 哎 我才反映过来 大姐和大姐夫 他俩是两口子 啊 啊 哎呀 真确了 老人故意说的那句话 好白菜 都要猪给狗了 哈哈 不得办理事你我 哎哎哎 大姐大姐 干啥去 还干啥干啥去 这不是来客人了吗 晚上做猪肉炖白菜 我上超市 我们两口白菜去 哈哈 哎呀 别走 别走 哎哎哎哎哎 我再问你 你别拉我 我在这儿呢 哈哈 你是干啥的 哦 我是 我是物业 对对 那个我大姐夫 他是物业 特别优秀 啊 你要说话 物业我知道 啊 就是小区门口看大门的嘛 啊对也有看大门的 啊对对吧 啊对对对 我们村啊只有好狗才能看大门啊 你给大家 你给大家 大姐夫 哎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我知道他夸我呢 他夸我是条好狗 另外我跟你说 阿俩不是一个道了 从现在开始阿俩分道扬镳 不是大姐夫 你看 你看 哎 二米 二米 看好 来 我觉得大姐夫这人可真好啊 大家把我夸去 你从哪儿啊 看到人家夸你呢 从他的表情和他一转身的态度啊 哎呦我听吗 小米呢 小米 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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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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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小米链 你这时候来干啥了呀 我找你来了 找我干啥呀 找你有事了 啥事 这小谁呀 哎呀这小是头型 在泡河湖的 那头型整色亮 像牛犊子舔是不是 你谁呀 行了行了 那个我介绍一下 你别瞎说话行不行啊 这是我们邻居王小倩 这是我同学小翠 按备份 人家叫姑娘啊 你好 美好 不好不好 不好拉倒 你是不可了呀 你别说话 对不起啊对不起 坐着坐着 我给你倒杯水 你到底有啥事啊找我 小米链是这样回事 你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 我偷演员 给你找了一个大导演 要拍一部电影 我把你资料给他看了 相忠你了 让你当女一号 真的啊 那正好咱快点走吧 找啥呀 找啥呀 导演马上就到了 上咱家来试戏了 上咱家来 你妈还走不了 我说那啥 我 那我这我得倒是一下子 是不是啊 我先去 我告你啊 我姐的同学 我吓人了 你得原谅 二姑 哎 哎 你干啥呢 坐下 没事没事啊 二姑 嗯 小米链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 啊 这次机会 对她来说 可是人生的转折 嗯 不管她是谁 请你把她给我拴住咯 道歉 这是交给二姑啊 那个翠儿啊 嗯 不行你除非溜达溜达去吧 我不爱逛机 你看她还不爱逛机 那一会儿导演来了 咱千万别之声 行不 管好你那张嘴中吧 你还不了解我们 我不爱说话 哎 是不是小米链知道吗 哎 哎 导演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你好你好 里边请里边请 太好了 黄博 黄博 你好 是想天明啊 还是想要合眼 别误会啊 我最烦的 你也误会了啊 我只是长得像而已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十二城乡 营业公司的总裁兼导演 焦小龙 最近我们公司准备抽拍一部大型电视剧 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的爱恨情仇 故事的名字叫做士兵突出 最好 说那么老长 还士兵突出 你怎么要要要不要出主呢 你谁呀 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翠儿啊 这是什么人呢 我跟你说这是脱朋友过着的 我现在时间多么紧直的吗 已经开始按秒计算了 别生气大人别生气大人大人大人 什么人呢这是 啥子了 按秒计算了 对啊 你得啥不知之症了 你说还能喝几天 我跟你说 五天 一马一天 你这腰间完突出也不至于丧命啊 你谁呀 他才 告辞 再见 再见 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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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我求你了 给朋友点面子行不行 我跟你说小夏啊 今天给你朋友面子啊 好好 给我朋友点面子 你坐你坐你 你交劲你交劲 什么人呢 你就别当了神就行了 你坐这 那个对不起导演失礼了啊 确实失礼了 你别说话了啊 我刚刚别说话了 那个小米啊小米啊 小米啊 快点出来吧 一会导演走了 来了 来了来了 小米快点来来来 呀 导演啊 导演来了 导演 你好 你好小米是吧 那个我的时间呢 现在已经开始安 时间仅任务中 开始演吧 导演 我今天为你准备的是一段 配乐师朗诵 好 开始你就表演 好嘞 太好了加油 这段老好了 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朗诵 等 我在等待一个人 人没有来 怎么办呢 继续等 拉吧 拉吧 干啥呀还继续等啊 导演的腰间盘突出都多严重啊 能怎么听啊 你这二斤熊你演的就不对你知道吗 你听我的你得这么演啊 来开始 我再当了一个人 人 没有来 你等了 他是谁啊 他 他不在的 你必须考虑他必须 你跟我做的 他被拿着当人真的 就他这儿等谁谁都不得来的 这家人还有人能管管他 我这时间去哪了去哪了 这不全被他给耗没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导演 实在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样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再给我一次 小明啊 我跟你说 我看你也是挺用心的 我呢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接下来呢 尊 来 试试你的镜头感 我看我看 你所要演绎的是 你被你最亲密的人 刺了一刀 死亡戏 戏中的高潮 哎呀妈呀那戏老重了 谢谢导演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来吧 准备好 加油 开始 好 好 这怎么会是你 非常好 我们以前那么的要好 还记得五岁那年 你送我的那块橡皮吗 我到现在还留着 还有七岁那年 咱们俩手牵着手 走在上学的路上 再惨一点 还有十岁那年 哎 你死的了这么费劲 你可累了 你到底是谁呀 他到底是谁 你看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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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不要说他了啊 小米啊 我认为 你应该感谢 为啥呀 通过他和你的对比 我感觉你演得太好 小导演 就定你了 哎呀 谢谢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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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钱交一下 哎 五千 啊 别误会别误会 我们这部戏啊 投资是非常大的 投资在十个亿 现在差你们这五千 正好开机 哎呦 什么呀 咱这五千块钱太重要了 对啊 赶紧交币咱们开机 那我去哪儿啊 是不是虎啊 你是不是走虎啊 啊 输掉五千就给五千 过来 能不能不要那么大货 那你说你能给多少钱 三十行不行 我实话告诉你 我打车来花三十 你给我三十 小米啊 你做你的演员春秋大梦去 我跟你说 你们这个家 我一分钟都待不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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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虎你瞧瞧他 二虎你瞧瞧他 二十三眼 瞧瞧他呀 十个亿的大电影 那都让他给我搅和了 怎么了 二虎我 我托老了也是找了 这么一个大导演呢 让他给搅和黄了 咋想啊 那个别着急 那小米啊解说解说 别哭别着急 不行那五千块钱 结给你掏 那个欠儿啊 你再给导演打个电话 二虎求你了行吗 打通了我说啥 你打过去吧 不行我跟他说 你嘴大 我的妈 你把他嘴给我捕上 哈哈哈哈 你是干啥呀 哈哈 你瞧瞧 七里包都烂了 哪里收鸡 这啥玩意儿啊 啥呀 十二生肖 家政交小龙 十二生肖 月少交小龙 十二生肖 这都什么都交小龙呢 叫曼总是啊 哎 看这儿 看这儿开睡了呢 这什么啊 这照片上 哎这都是一个人 哎 那这名不是一个名啊 这叫啥呀 你看啊 焦小虎 焦小兔 焦小鼠 哎呀妈呀 这不十二生肖凑齐了吧 这不十二生肖凑齐 哎 啊 咋的呀 插个狗 艺术里头你啊 插 你给我找的大导演 还是大骗子啊 我也不知道 朋友介绍的呀 哎哎哎哎 还怪我朋友呢 还说完小翠儿呢 要没有小翠儿 你今儿是不是上到受骗了 可不是 那我今儿快点收的白鸡 给人家了 要被这么骗子 哎 小翠姐 哎 为啥 我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 小翠姐 我那钱 让骗子给骗跑了 谢谢你啊 小翠姐 小翠姐 本来你演的也不好 小翠姐啊 小翠姐 帮大姐卖卖货去啊 小翠姐 哎 看我朋友多好 他只要帮咱大姐卖卖货 对对 他 小翠儿 卖货 那不得干黄了哇 小翠姐 小翠姐